30多岁的女人爱上闺蜜的弟弟 两人之间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珍雅是一个咖啡公司的采购员 生活千篇一律百无聊赖 虽然有一个优秀家庭背景的男友 但是让她感到失落的是 男友此时跟她提出了分手 只因为两个人的感情淡如清水 积不起哪怕那么一点点的涟漪 虽然珍雅万般不舍 但是她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第二天 她还要为了自己的生计忙碌的工作 然而一个人的突然出现 让她的脸上再次露出了笑容 这个人便是闺蜜的弟弟俊熙 珍雅不禁又惊又喜 曾经的小男孩俨然变成了高大帅气的小伙 就是这次街头上的邂逅 把爱情种子埋在了两个人的心里 在共进晚餐的时候 双方都了解到对方依然单身 俊熙不再犹豫牵起珍雅的手 就像少年时调皮般地穿过了铁网 两人来到那个曾经的操场 看到正在谈情说爱的男女 已经长大后的他们 也在这一刻都放红了脸庞 让在不远处暖洋洋的灯光 都似乎失去了些模样 然而还不知道珍雅已经分手的母亲 依然在珍雅面前 滔滔不绝地夸赞着男友 可是母亲话里话外 不外乎就是男方的家境 让她在朋友面前特有面子 对此珍雅感到不胜其烦 而让珍雅更为惊讶的事情 就是她发现男友居然脚踏两只船 在找到渣男和新欢的位置后 她越想越起 找到保安要来男友的车钥匙 顺势把口红和丝袜丢在副驾驶的位置 不出她所料 新欢和男友两人大吵一架 尽管她成功报复了男友 但是作为爱情的失败者 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得到过真爱 甚至认为随便找到老实的男人结婚生子算了 就在他们喝得醉醺醺的时候 俊西赶了过来 看着珍雅那副落寞的样子 她既难过又很是担心 于是便主动要送她回家 在路上珍雅坐在副驾驶上哭成了泪人 曾经付出的珍爱 她自认为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可是对于那个渣男来说 其实根本不值一提 渐渐的珍雅在俊西旁边昏睡了过去 看着心爱的女人 俊西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她拿出手机朝着珍雅拍的一张照片 可咔嚓的声音却惊醒了她 珍雅意识到自己被俊西偷拍 追问着要删除刚才的相片 可俊西向弟弟撒娇似的百般顶爱 珍雅没有办法只能认她胡作非为 然而没过多久 男友却把她堵在了办公室门口 纠缠不休地恳求珍雅能够与她复合 看到这一幕的俊西 毫不犹豫地上前抱住珍雅就要离开 还没搞清楚状况的男友一脸懵圈 试问珍雅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还没等珍雅开口 俊西就拨通了警局的电话 这波操作直接把男友吓跑 这让珍雅瞬间感觉到 这个曾经的小弟弟真的长大 回到四下无人的办公室 珍雅情不自禁地跳起了老年迪斯科 可她却不知道这一幕被门外的俊西 看了个清清楚楚 在她忘乎所以的时候 珍雅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 手足无措地钻到了桌子下面 当她伸出头才看到 站在外面的人居然是俊西 这让珍雅更是感到无地自容 俊西坐下来试着帮助珍雅打包商品 可是一言不合又开始了互讽模式 两人你追我赶玩得毫不快活 然而这时珍雅同事突然出现 这让俊西显得十分狼狈 她只能躲在桌子底下 以免同事误会了她与珍雅的关系 还好珍雅解围 硬生生地把同事劝回了家 看到珍雅那尴尬的样子 俊西不禁觉得她既可爱又可笑 可不曾想男友死皮赖脸地把珍雅约了出来 而约会的地点居然是 她与前任新欢私会的地方 珍雅大为恼火 然后便把此事告诉了闺蜜 闺蜜当着俊西的面大声地斥责珍雅的愚蠢 对于那个渣男的示好 她就不应该做任何回应 俊西越听越感到担心 她害怕珍雅再一次受到伤害 而此时男友正在可怜巴巴地祈求珍雅 能够再给一次爱她的机会 但是此情此景 让珍雅想起了男友和新欢约会的画面 她再也无法容忍 把男友狠狠地臭骂了一回 然后愤怒离醒 而男友却追上来一把揪住了她 质问她那天看到的男人是谁 为什么你可以和别的男人约会 现在反而把所有的错都怪在我的身上 珍雅觉得她越来越不可理喻 于是气冲冲地转身离开了现场 工作的压力和感情的失败 让珍雅一头昏睡在了车里 而这一切正好被路过的俊西看到 她默默地在外面守候 直到珍雅醒来的那一刻 两个人没有过多的语言 只是彼此相识一笑 他们再次相约来到餐馆 心里的郁闷使得珍雅不停地喝着烧酒 她整个人显得黯然无神 俊西壮起胆子问她 是不是和男友已经重归于好 听到如此一说 珍雅的怒火再一次爆发 责怪俊西和她说话怪里怪气 让她总是感到浑身别扭 俊西连忙向珍雅道歉 因为她也发觉自己的话有十分寸 还好珍雅宽宏大度 对俊西言语上的失利不再追究 此时窗外下起绵绵细雨 俊西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 回来的时候 她的手里举着一把雨伞 鲜红的颜色 就像两人之间的暧昧关系 让人心吃神往 还透着那种心照不宣的浪漫 雨越下越大 俊西也情不自禁地 搂住了珍雅的肩膀 虽然天气有些许寒冷 但是两人已经感受到了彼此的温暖 珍雅很享受现在的温馨 她拒绝了俊西打出租车的提议 就这样静静地漫步在雨中 珍雅回到家 居然发现男友正坐在客厅和父亲喝酒 她不顾母亲的拉扯 头也不回地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母亲随后也跟了过来 嘴里面依然是男友的各种好 其实还是不外乎男友的家境 让她在外面显得特有面子 可是珍雅已经对这些说辞不厌其烦 而且她还认为 父母不应该无节制地来干涉她的感情 于是她花里胡哨地把自己打败一番 然后扭动着身体走出了房间 这一幕着实把三个人惊得不轻 男友瞬间更是不知所措 可是珍雅并不想轻易地放过她 一番寒沙摄影被爸妈知道男友劈腿 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父亲甚至起身要痛揍这个臭小子 然而这时男友却反咬一口 说珍雅在外也有交往对象 并不是她一个人的错 听到此话父母大吃一惊 珍雅更是对她的所作所为感到厌恶 而这时弟弟带着俊熙走了进来 男友瞬间认出了她 所有人的目光投向了俊熙 看到心爱的女人被用力拉扯 俊熙忍无可忍 一把拽到了外面 盛浩也紧随气后跟了过来 李奎明毫不示弱 上前就要和俊熙干假 俊熙也对她不再客气 将她出轨的事情全部告诉了盛浩 盛浩有点不敢相信 而李奎明却装出了一副被冤枉的样子 还是认为珍雅和俊熙交往在先 犯错的又不是她一个 盛浩强压心中的怒火 警告李奎明马上在她眼前消失 可是母亲却责备俊熙不该干涉此事 还好珍雅做出了解释 当时在李奎明面前说喜欢俊熙 只不过是做做样子 为了就是能够甩掉那个讨厌的人 听到这些母亲才放下心 因为在他们老人的眼里 刚才的家丑在俊熙外人面前甚敢丢人 最后珍雅和母亲搞得不欢而散 在冷静过后 珍雅对俊熙被无辜牵连深感内疚 于是便给俊熙打去电话 可是那一头始终没有人应答 珍雅不放心 独自一人来到俊熙所在的公寓 可是打开门的竟然是闺蜜景善 珍雅手足无措 唯有谎称是找他喝酒来消遣时光 一直到了第二天他才见到俊熙 还当面明确表示 他自己不可能和李奎明附和 但是李奎明却不这么认为 他甚至没皮没脸地找到了景善 景善压根就不相信珍雅会有其他男人 李奎明还说他亲眼所见 还是珍雅弟弟的朋友 谁知这一幕正好被珍雅看到 而且珍雅对他的所作所为非常的生气 但是此时李奎明已经失去理智 他还为自己承担了所有而感到委屈 明明犯错的又不是他一个人 还有珍雅有什么了不起的 是学历比他高 还是家境比他好 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的歇斯底里 珍雅也终于看清了他的真面目 一耳光打下去 决定和这个男人从今天开始彻底决裂 可是面对失败 李奎明依然还是心有不甘 怒吼着自己不会放弃 会等到珍雅回心转意的那天 虽然珍雅认为他与李奎明已经结束 但是母亲还是不断地追问 他们两个人能否重新开始 毕竟对方的条件比珍雅好的太多 这些话让珍雅对母亲大为恼虎 而此时俊熙也从姐姐的口中得知 那晚珍雅来过家里找她 俊熙不再犹豫 直接就奔向了去往珍雅家的方向 在楼下正好看到她正在扔气救舞 而那一把为他们遮风挡雨的红伞 唯独被珍雅留了下来 两个人都明白彼此已经互生爱意 所以他们做了情人之间都会做的事 俊熙买好电影票 这是在恋爱时必须要经历的事情 可是进去后才发现 情侣们都在做一些不可描述的勾当 两人都不好意思地把眼睛瞄向对方 还好电影很快就结束了 他们随后来到小吃街 走到一个画像的摊位 俊熙情不自禁地给珍雅画起了画像 同样珍雅也很开心地配合着 然而珍雅最后却发现 俊熙把自己画成了一个滑稽的形象 珍雅满嘴地抱怨 可是脸上却高兴地像花开了一样 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而且从不玩游戏的珍雅 也开始和俊熙一起玩得不亦乐乎 并且还天天抱着自己的画像 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嗤嗤地傻笑 而俊熙也没有闲着 她又重新给珍雅画了一幅素描 自此珍雅的心情不再低落 在同事面前也开朗了起来 但即使如此 在两人之间的那一层窗户纸 他们都不敢去轻易地戳破 也许是世俗的眼光 也或许是太熟悉的缘故 每次要去表达爱意的时候 他们都格外显得小心翼翼 直到在一次聚会上 俊熙说出了自己有心爱的人时 珍雅才悄悄地握住了她的手 珍雅这个突然的举动 让俊熙心跳加速不知所措 但是在同事面前 她只能假装正定 回过神后 反手就用食指紧扣 作为对珍雅的回应 两人终于用这样特殊的方式 捅破了隔在他们之间 那一层薄薄的窗户纸 聚餐结束后 俊熙找了一个借口 和珍雅单独来到了一条僻静的巷子 他们彼此注视着对方 相互责怪着刚才的动作让其紧张 可俊熙画风一转 一脸娇羞地问珍雅 他们现在是男女朋友关系了吗 原来早已按捺不住的是珍雅 只是作为姐姐难以欺齿 此时两人都不再躲闪 彼此都心照不宣地拉住了对方的手 三十多岁的女人再次恋爱 此时的智商简直就像一个孩子 她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 然后打电话给俊熙扬装害怕 实则只是在俊熙找她的时候 假装鬼怪吓唬一下她 而且在诡计得逞时 还忘不了疯狂地调侃一下对方 可受到了伤害的俊熙 却拿她没有一点办法 虽然此时两个人有说有笑 但是他们还不想过早地公开关系 即使在亲亲我我的时候 只要看到熟悉的朋友 两人都会慌忙地放开对方的手 然后刻意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而这时珍雅的父母 也在为女儿和李奎明的感情争执不朽 不过李奎明并不甘心失败 她再一次找到珍雅 用死缠烂打的方式祈求复合 珍雅不想再和她废话起身就要离开 可李奎明却一把抓到她 想用强吻这一招让珍雅放弃抵抗 拉扯中珍雅的衣服都被撕扯了下来 还好有一个泡沫吹瓶让李奎明被迫停了下来 珍雅大骂李奎明的行为无耻下流 说着就要报警 李奎明见状扭头离去 得到了消息的俊熙和景善赶了过来 看到被搞得狼狈不堪的珍雅 俊熙火冒三丈 恨不得马上找到李奎明把她教训一番 景善更是想要报警 她要让那个渣男付出应有的抱怨 可珍雅却不愿把事情闹大 只求平平安安地把大事化小 而此时的俊熙也非常懊悔 因为她没有办法时时刻刻地来保护自己的爱人 现在的她也只能用一个拥抱来表示安慰 但是为了保证珍雅的安全 俊熙开始每天接送她上下班 然后带她来到海边一起再看灿烂的烟花 也就是这个时候 两人第一次拥抱彼此亲吻了对方 珍雅的心情也渐渐地好了起来 不料这天亲历的两人被邻居看到 而且没过多久母亲也知道了此事 于是便在珍雅面前提议 请景善和俊熙来家里吃饭 而珍雅对母亲的反常感到震惊 她本想直接拒绝 可是最终还是拧不过母亲的大腿 而得到此消息的俊熙却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反而到了家庭聚餐的那天 珍雅自己表现得非常紧张 而且俊熙还故意走到她的身后 无情地进行了一番嘲讽 然而这是喝醉的景善 又一次把话题扯到了李奎明的身上 即便珍雅尽力阻止 但是这个话题还是打开了母亲的话匣子 话里话外透露着女儿和李奎明不会分手 情侣间吵架纷纷和和很正常 珍雅慌忙解释不会再和李奎明有来往 但是母亲依然不顾珍雅的反应 继续在那里不停地说着李奎明 珍雅不想再听下去 便找借口把喝醉的景善送到了车上 到了第二天 趁着景善外出 俊熙把珍雅约到了家里 他们早已对彼此渴望至极 可是珍雅却总认为这样 犹如而是背着父母在做坏事 俊熙可不这么认为 她早就如鸡四渴 情不自禁地把身体凑了上去 温柔地稳住了珍雅的嘴唇 可是正在两人如胶似漆的时候 突如其来的手机铃声把两人吓了一跳 原来是景善打来的视频电话 俊熙提议能不能不接 可是已经打过来很多次了 珍雅不知如何是好 担心景善看到熟悉的环境后 会怀疑起她和俊熙的关系 找了一个自认为安全的地方 接通后珍雅心慌意乱 就连说话也开始支支吾吾 为了不被看出破绽 她只有胡乱找个理由结束通话 而另一边 因为俊熙的游戏设计师工作 母亲总认为她并不靠谱 奉劝圣浩少跟她来往 可是圣浩知道俊熙的厉害 所以她对母亲的言语很是不满 根本不由的母亲把话说完便起身离开 此时珍雅依偎在俊熙的怀里 喝着红酒看着电影毫不快活 他们打情骂俏 慢慢地便缠绵在了一起 这注定将是一个不眠的夜晚 春宵过后 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俊熙喃喃细语 幸福得不得了 自此以后 珍雅都会时不时地从家里偷跑出来 就像所有确定了关系的情侣一样 恨不得能够天天待在一起 他们嬉戏打闹 他们缠缠绵绵 快乐的情侣生活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可是在外人面前 他们始终还是在刻意保持着距离 尤其对姐姐景善 俊熙更是不敢在她跟前说出自己与珍雅的关系 这样的态度也让珍雅有些失望 其实她很希望俊熙能够勇敢地说出实情 但是她也明白 如果景善知道后肯定会恼羞成怒 那么到时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可是就因为景善不知道他们的关系 才接连地给她介绍相亲的男友 而这些又搞得俊熙郁闷至极 她不能容忍自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相亲见面 珍雅突然意识到 原来俊熙是如此地爱着自己 她激动得都快要疯掉 不由自主地向俊熙要了一个拥抱 之后两人便背着景善 又一次偷偷地溜出了家门约会 迎着路边黄色暖洋洋的灯光 四处都弥漫着恋爱带来的味道 两人手拉着手 好像此时整个世界都属于他们 可是李奎明并没有死心 依然对珍雅纠缠不休 她把一束鲜花送到了珍雅的公司 而且此事还引起了同事们的围观 当珍雅得知后 来到公司愤怒地想把鲜花扔掉 可是她却发现鲜花已不见踪影 后来从监控李太太知道 原来是俊熙提前拿走了鲜花 当俊熙得知李奎明还在继续纠缠珍雅 便和盛浩一路不顾一切地冲到了她的家里 而且更让他们愤怒的是 李奎明的电脑里全都是对珍雅的回忆 俊熙和盛浩忍无可忍 对李奎明就是狠狠地一顿胖纵 然后把她的电脑和手机砸了个稀碎 面对这两个年轻人 李奎明根本没有招架之力 只能躺在地上连连惨叫 也就在同一时间 珍雅来到了俊熙家里 可是并没有看到俊熙的身影 她打通锦扇的电话想了解情况 可是望望没想到对方正在开门 俊熙及时赶了回来 急匆匆地把锦扇打发了出去 看着已经浑身下麻了的珍雅 俊熙只有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轻声安慰 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珍雅有其他交往对象的事情 还是被父亲发现了 但因为俊熙是闺蜜的弟弟 所以对父亲她不敢说出事情 只能说等一段时间之后会全部告知 而此时母亲也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打开门后就发现珍雅一脸捞开 还好父亲帮忙胡乱找了一个借口 才把刨根问底的母亲搪塞过去 还有她的父亲 于是连忙躲了起来 珍雅摇晃小手示意让俊熙赶紧离开 自此之后在漫长的深夜 他们只能通过手机传达对彼此的思念 但是两个人的感情 反而在一次次的通话里不降反正 听到俊熙对自己的真情流露 珍雅被感动得几乎掉下了眼泪 这段曾经让她犹豫不决的姐弟恋 从此刻开始 她坚信俊熙就是自己的未来 而俊熙也会在每个晚上 在床头放着珍雅的画像 就好像她始终都在自己的身边一样 或许是对彼此的思念感动了上天 母亲再次邀请景善和俊熙来家做客 这也就给了俊熙和珍雅见面的机会 可被蒙在鼓里的珍雅 还一个人闷在被窝里呼呼大睡 在景善的一顿折磨下 便成功地把她拽到了厨房 面对多天未见的小男友 珍雅急不可耐地暗送秋波 可是俊熙却对她爱达不理 一个人静止走进了房间 珍雅只好找了个理由追了过来 一进门就被俊熙抱住 强势索稳跌倒在床上 随即听到开门的声音 珍雅一把把俊熙拽到了床下 然后一副教育小孩犯错的样子 成功骗过了景善 然而在吃饭的时候 景善告诉大家 珍雅的一位女同事看上了俊熙 而且在不停地拉拢她 珍雅不由地看了俊熙一眼 然后把自己的手伸到了桌子底下 使劲地掐着她的脚 然后露出满脸的坏笑 而俊熙也不示弱 在众人面前连连夸奖对方漂亮 可这时母亲说道 交往不能只看对方漂不漂亮 还有看她父母兄弟姐妹的家庭条件 这些话都透露出母亲对俊熙家境的不屑 这让珍雅非常不满 可是就在她要爆发的时候 幸好景善和俊熙及时阻止 连忙示意她不要冲动 这才让她慢慢地恢复了理智 几天以后 俊熙在和珍雅约会的时候 终于说出了想让珍雅认识她的朋友 珍雅虽略显犹豫 但是最终她还是答应了下来 这让俊熙高兴地控制不住情绪 不由地疯狂地亲吻珍雅 然而这一幕又恰巧被珍雅的同事看到 面对同事 珍雅不得不将自己的恋情如实告知 而且同事也为她能够找到珍雅而高兴 自从答应俊熙要见朋友后 珍雅开始每天坚持锻炼 在网上学习化妆的方式跟穿衣搭配 这种诸多在家里面的异常 甚至都让父母对她有点不认识 俊熙更是忍不住地对她调侃了一番 可是珍雅的美丽 已经让俊熙的女性朋友黯然失色 她们不断夸奖珍雅 羡慕俊熙有如此漂亮的女友 在得知珍雅的真实年龄后 朋友们都很是惊讶 然而她看起来还是如此的年轻 甚至在玩踢足球的时候 体力上根本就不输她们这些年轻人 之后两人告别大家 单独来到了冰天雪地的世界 在这里 她们享受着没有人打扰的二人世界 在两个人嬉戏打闹的时候 欢快的笑语声充满了整个山林 可与此同时 还不知道她们已经恋爱的母亲 又一次找到了景善让其规劝珍雅 让她不要再耽误时间早点找一个男友 而且母亲还观察到 珍雅应该已经有了喜欢的对象 而此时的珍雅依然担心 如果父母知道她正在和俊熙谈恋爱 她们一定会要死要活的 闺蜜景善恐怕也会闹得翻天覆地 俊熙也有同样的感觉 但她觉得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早晚一天大家都会知道 可珍雅还是不敢公开她们的恋情 俊熙虽然有些失望 但是她还是给了珍雅一个大大的拥抱 然而盛浩还是没有忍住 将李奎明对珍雅做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而且在珍雅得知俊熙知道此事后 气愤地冲到了李奎明的住处 直接了当地跟李奎明干了起来 邻居们也被他们两人的吵闹声惊喜 然后不假思索地选择了报警 当盛浩和俊熙赶到警局 直接揪起李奎明就要动手 还好被众人拦了下来 冷静过后的俊熙 不想再隐瞒自己和珍雅的关系 然后一把把珍雅抱在了怀里 这直接让盛浩有些猛低 还好在李奎明母亲赶来后 两方经过协商后达成了和解 可走出警局 李奎明的母亲却对俊熙的身份产生了质疑 还没等俊熙开口 珍雅却说她是自己的男朋友 从珍雅的口里说出后 盛浩瞬间感到不可思议 甚至在回家的路上 都没有和珍雅说上一句话 可俊熙知道 珍雅的这个选择是无比的艰难 她来到两个人第一次牵手的那个公园 没想到珍雅早已在那里等她 相互无言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她现在只能用这样的方式 给自己心爱的人一点点安慰 可是盛浩此后的态度 总是让珍雅感到十分难过 虽然有俊熙的处处关心 但珍雅还是在这段感情中感到力不从心 不过还好两人并没有放弃 而是相互打气 在俊熙离开后 珍雅一个人望着天空 其实直到现在她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珍雅在当初揍李奎明的时候 自己的手机也不慎被摔 可是当她要买一个新的手机时 才被告知需要李奎明亲自临贵办理才行 因为这个手机当时就是以李奎明的名义办理了 珍雅没有办法只能离开 当俊熙得知后 担心自己联系不到珍雅 然后提议给她买一部新的手机 但是终究还是被珍雅拒绝 随后俊熙又提议饭后可以送她回家 可是珍雅还是没有答应 说自己可以乘坐地铁回家 然而俊熙还是追上了在等车的珍雅 把自己的手机交到了她的手里 然后又恋恋不舍地目送着她回家 看着俊熙那可爱的模样 珍雅忍不住地开始翻起了手机里的照片 两人一张张甜蜜的合影 让珍雅幸福地露出了恋爱的笑容 也许这就是每个女人在恋爱中本该有的幸福 可自始至终认为自己被侮辱到了的李奎明 单独把珍雅的父亲约了出来 而且还没当长辈开口 抢先指出了俊熙就是珍雅交往的对象 而且还大言不惭要求珍雅的父亲向她道歉 父亲直接反击 难道不是你先劈腿再先吗 李奎明又说俊熙是弟弟的朋友啊 珍雅的爸爸说那更好了 俊熙是我从小看大的孩子 一直就跟我的亲儿子一样 而且我比谁都知道他多善良和稳重 李奎明被曾经的准岳父对得哑口无言 也只能无力地接受珍雅和俊熙交往的事实 而珍雅的父亲却陷入了纠结 虽然他可以无条件地支持女儿 但是与俊熙在一起他反而却无法接受 也许是世俗的压力 也或许是俊熙的家庭条件 让他担忧自己的女儿将来是否幸福 他只能一个人喝着闷酒 直到把这些烦恼的事情抛到酒消云外 此时俊熙也约到了圣浩 而圣浩心里对俊熙早已有气无法说出 他始终不敢相信自己的兄弟会喜欢上自己的姐姐 虽然他和俊熙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父母从来没有让他们见外 就如亲儿子般 所以圣浩还是反对他们在一起 而父亲看着忐忑不安的珍雅 内心里也不由地心疼起来 因为更换手机的原因 珍雅不得不再次找到李奎明 可刚上车 李奎明就开始不停地嘲笑他和俊熙 珍雅不想和他纠缠 他只想马上把事情办完赶紧离开 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 李奎明竟然在马路上疯狂地飙车 根本就不顾及旁边珍雅的安全 还说要和俊雅同归于尽 而此时俊熙焦急万分 他现在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因为从同事那里他已经无法联系到珍雅 于是迫不得已向圣号要到了李奎明的手机号码 可拨通后却传来了一声急促的轰鸣声 还好车子撞到路边的围栏后停住 珍雅也没有大碍 他艰难地打开车门从里面爬出来 当再次看到李奎明 珍雅已经不再害怕 直接拉着他的手要再玩一次飙车 可被吓到的李奎明反而开始认识 他死活不上车还辱骂珍雅 被扇了一巴掌后 李奎明瞬间安静了下来 而正要报警的俊熙 此时接到了珍雅打来的电话 他和李奎明已经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当俊熙赶到后 第一眼便看到了正在做笔录的李奎明 他上前就要动手 幸好被警察拦了下来 俊熙再也无法忍受看不到珍雅 他已经顾不上医生的劝告 一个人直接冲进了病房 珍雅那楚楚可怜的样子 让俊熙心疼地把他抱在了怀里 虽然两人已经认定了对方 可是珍雅的母亲肯定不会同意 因为俊熙的原生家庭简直一团糟 他有一个不靠谱的父亲 在外面总是喜欢沾花惹草 他和俊熙母亲的争执 甚至让景善对婚姻都失去了信心 导致他如今都还一直处于单身 如果珍雅要嫁入这样的家庭 母亲宁可让他一辈子孤身一人 在医院里 珍雅看着俊熙为自己忙得不可开交 整个人都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他知道自己不应该悄无声息地去找李奎明 更不应该因此而导致这么严重的厚恶 珍雅真希望俊熙能对他一顿臭骂 这样的话他心里或许能好受一些 俊熙这时把车停到了路边 满眼深情说没有珍雅真的就活不下去 本来见到珍雅要大骂他一顿 可在照顾他的时候全忘了 可珍雅还在嬉皮笑脸 让俊熙全然没有了情绪 欢喜之间两人重归于好 因为珍雅不愿意让家人看到自己受伤 所以他已经找了理由 告诉了母亲自己有可能不会回家 听到这些俊熙不再犹豫 把车子启动后便是开向了自己家的方向 可是在这个夜晚 两人还是因为恋爱的观念产生了分歧 经过这次事故后 李奎明比原来心平气和了许多 他对珍雅不再像那样发了风势的死缠烂打 从此之后 他们也即将开启各自的另一段人生 心事重重的珍雅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这时俊熙骑着自行车突然冲到了他的前面 就像那次街头的美丽邂逅 珍雅又一次笑得像花开了一样 两个人再一次追逐着打闹着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 他们彼此都已经无法离开对方 珍雅更是从来都没有感到如此幸福 他在同事面前畅快淋漓地释放着自己 整个人都好像年轻了起来 直到自己醉意朦胧 这更是加深了他对俊熙的思念 于是不由自主地一个人来到了公司 看着自己的爱人努力工作 珍雅不吵不闹 只是在一旁这么静静地注视着他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珍雅也渐渐进入梦乡 直到俊熙同事的出现 才打破了这一个宁静的夜晚 他以为沙发上睡的是俊熙 便玩着直男的把戏喊着宝贝扑了上去 这一下直接吓坏了熟睡的珍雅 三个人都很尴尬 珍雅更是羞涩地不知道如何是好 而俊熙也只能不停地解释着 还好同事是个开朗的人 珍雅已经想通了 他决定把自己和俊熙的事情告诉父母 可是在征求圣浩的意见时 还是遇到了阻力 他不明白姐姐为什么每次恋爱都要闯祸 他和俊熙的事情 如果爸妈知道了肯定要晕过去 如果被分手 那他和俊熙以后还怎么交往 珍雅被圣浩气地摔门而出 他坚信俊熙不会和自己分手 而且自己也不会离开俊熙 珍雅辗然眠 他始终不知道如何把此事告诉父母 然而更让他没想到 锦善发现了俊熙给他画的画像 看来他们两人的交往 真的到了必须要说的时候了 珍雅气不成声地跪在了父亲面前 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要把自己和俊熙的事情告诉父亲 谁知父亲早就知道了这一切 然而看着女儿现在哭得梨花带雨 他的心终于软了下来 而此时锦善也看到了珍雅的画像 他不敢相信 自己的弟弟会和自己最好的闺蜜恋爱 于是便找到俊熙想要得到答案 可是俊熙却在她的面前支支吾吾 始终不敢承认自己和珍雅的关系 因为俊熙从小就没了母亲 所以珍雅的母亲就一直把她视为己出 在一次与盛号检查身体后 珍雅的母亲还不断催促俊熙找个女友 可是她不会想到 俊熙早就已经和珍雅谈起了恋爱 俊熙心中尴尬 她上前想要把所有事情解释清楚 谁知却遭到了盛号的阻止 俊熙只能退了回来 把刚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得知珍雅在父亲面前大哭一场后 俊熙不由地发出感叹 我就说了要和你一起的 珍雅说不要 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和爸爸敞开心扉的谈 而俊熙这边 珍雅也要亲自上阵和她的闺蜜来说 俊熙突然感到自己心爱的人如此坚强 她简直已经被迷住了 珍雅鼓足勇气敲响了景善的房门 而景善注视着门外的珍雅却始终不愿打开 俊熙焦急万分 冲出去想要和珍雅一起面对 可是当看到景善气冲冲地出来后 她又不知所措地退了回去 珍雅跟在景善的后面 当看到俊熙的时候示意她不要出来 她自己会处理好此事 从小到大的闺蜜 这是第一次两人的谈话中充满了火药味 她不确定他们两个是彼此喜欢 还是珍雅在玩弄小鲜肉的感情 珍雅说是自己更喜欢俊熙一些 一个是最好的朋友 一个又是自己最心爱的男人 珍雅两个都不想放弃 但是景善却对珍雅的所作所为 莫名其妙地有种被背叛的感觉 她整个人就好像处在窒息的状态 珍雅和俊熙的事让她感到震惊 更何况俊熙不是别人 而是她自己的亲弟 景善不想再说下去 起身就要离开 珍雅没有阻拦 她如今不用再顾及景善的感受 因为让她更难以放弃的是 自己与俊熙的这段爱情 同时正在交集等待的俊熙 终于鼓足勇气打通了景善的电话 她表达了对珍雅的喜欢 但更希望能够得到姐姐的祝福 景善透过窗子看到痛苦的珍雅 虽然依然无法接受 但是内心却在慢慢地被两人的爱情融化 景善一个人来到了母亲的墓前 不由地倾诉着自己的烦恼 不知不觉间眼泪覆满了她的整个脸庞 经过痛苦的抉择 她终于答应了俊熙可以同珍雅交往 而俊熙在听到她的决定后 简直就像儿时一样 兴奋地把她抱在了怀里 可是这天俊熙在圣号房间的时候 母亲再次拿出了要给珍雅介绍的对象照片 俊熙不想再继续隐瞒下去 于是一个人跪在了珍雅母亲面前 可是她却支支吾吾地不知道如何开口 一直到珍雅回家后也跪在面前 母亲才明白到底是什么情况 然后不由地一阵眩晕 在得知珍雅和俊熙在一起后 母亲根本无法接受 但是又碍于情面 只能对着圣号一顿臭骂 然后背着俊熙 严令圣号今后不要再与其来往 碰了一鼻子灰的俊熙只好离开 对珍雅她感到非常抱歉 在没有商量的情况下 直接给她惹了这么大的祸事 俊熙的泪水止不住地在眼睛里打转 她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珍雅的母亲 对他们两个在一起是如此的反对 而珍雅返回家后又一次跟母亲大吵一架 在老人的眼里 俊熙和圣号并无区别 她就像自己的另外一个儿子 如果珍雅和自己的弟弟谈恋爱 在外人看来简直就是一种让人不齿的事情 可珍雅也比较倔强 强硬地认为俊熙就是她喜欢的男人 母亲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给了她一巴掌 然后愤怒离去 珍雅真的没有想到 自己和俊熙的感情会遇到如此大的阻力 这个夜晚 两个年轻人都处于无助的状态 他们只有相互鼓励相互安慰 当父亲得知母亲正在为珍雅和俊熙的事情大动肝火时 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要纠正自己的老婆 年轻人谈恋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她确实高估了自己的地位 母亲一怒之下上前就要抱作父亲 却不小心把自己弄得人养马翻 虽然珍雅精心照料后并没有大碍 可是母亲对珍雅的抱怨依然不解 甚至父亲都被赶到了沙发上 即使如此父亲还是劝说珍雅 不要去抱怨自己的母亲 她是很难被说服的 但是爸爸会跟你站在同一条战线 谁知母亲直接找到了景善 可在得知景善已经无奈地接受了此事后 不禁大发雷霆 待她平复情绪后 对景善小之以礼动之以情 口口声声把俊熙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可是在每一句话里 又透露着对景善和俊熙家境的比较 而景善也不敢反驳 她只能坐在对面默默地听着 直到珍雅的母亲离开后 才一个人躲到了角落 伤心地掉下了眼泪 而此时母亲又找到了珍雅的父亲 反复地劝说她 要帮着自己斩断这段丢人现眼的姻缘 在珍雅得知母亲的所作所为后 经不住担心起了景善 她能够猜到母亲一定说了过分的话 于是便一个人来到景善家 在看到珍雅的那一刻 景善所有的委屈都已烟消云散 在闺蜜面前 带着眼泪又一次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虽然父亲始终都在支持女儿的决定 但是她还是希望珍雅能够与母亲和解 毕竟站在母亲的角度 她也没有什么错误可言 但是珍雅却不这样认为 因为母亲已经干涉到了自己的爱情 珍雅已经决定即使和母亲断绝关系 她也不会和俊熙分开 终于在和母亲大吵一架后 珍雅选择了离家出走 然后高高兴兴地搬到了俊熙家里 但是让她万万想不到母亲随后也追了过来 俊熙看着门外 内心不免地开始紧张起来 她努力地平复着自己的情绪 安抚好珍雅后一个人走出了房门 为了不让珍雅难堪 俊熙尽力把珍雅母亲留在了门外 她答应会让珍雅尽快离开 可老人根本不相信她 只不过无论珍雅的母亲怎样硬闯 都没有办法推开俊熙 两人相持了许久 珍雅的母亲最后终于退让一步转身离开 俊熙走进房门 慢慢地来到衣柜前 或许是委屈也或许是自责 她强忍着眼泪打开了衣柜 然后紧紧地把珍雅抱在了怀里 但是两人没说上几句话 珍雅就急忙地离开了俊熙家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 其实珍雅的母亲本就没有走远 而是躲在了角落静静地注视着他们 等到珍雅离开后 她便站在门前一直等着俊熙回来 两人进到房间后俊熙便跪倒在地 可是珍雅母亲根本不由分说 直接狠狠地给了俊熙一巴掌 与此同时离开后的珍雅给俊熙打去了电话 可是对面却迟迟没有人接听 对于珍雅母亲的强硬 俊熙丝毫没有放弃和珍雅交往的打算 她知道自己有很多不足 所以在大家的面前 她总会表现出最好的一面 她哀求珍雅的母亲 能给她一次喜欢珍雅的机会 而珍雅母亲也终于说出了她的心里话 其实说来说去 母亲还是看不起俊熙的身世 她那糟糕的原生家庭 如果同意她和珍雅交往 那么对女儿来说就是一种负担 站在母亲的角度 她不可能看着珍雅往火坑里跳 但是即使如此 俊熙依然不为所动 无论珍雅母亲说了什么 她都不会轻言放弃和珍雅的爱情 然而开门的声音 瞬间让他们两个人安静了下来 看到母亲也在里面珍雅大发雷霆 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可母亲又一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而母亲同样也失去了理智 还好俊熙挡在了珍雅的身前 忍受母亲一遍又一遍无情地敲打 直到后来大家闹得不欢而散 可珍雅母亲却不想就此罢休 为了能让两人分开 她甚至动了让珍雅辞职的念头 而父亲认为她的这个想法简直不可理喻 可是说着说着 母亲却把矛头指到了父亲身上 认为是她的无能 才让俊熙有了和他们家门当户对的错觉 听到这些父亲也不再忍耐 站起身朝着母亲的脸就是一顿输出 而母亲为了不让珍雅和俊熙见面 在家时时刻刻监视着珍雅的一举一动 甚至在珍雅不知道的情况下 托朋友为她安排了相亲 珍雅不厌其烦 盛浩也开始为珍雅打抱不平 父亲也站到珍雅一边大声呵斥母亲 见此状况母亲只能摔筷子走人 可是为了不让母亲生气 珍雅还是不得已赴约了这次相亲 然而让她万万没有想到 这次相亲让锦珊撞了个正着 她很生气 觉得珍雅的立场不够坚定 她不知道其实珍雅也左右为难 一方是自己心爱的男人 另一方又是自己的母亲 她何尝不想有一个顺利的爱情 可是母亲对俊熙的家境始终不能释怀 珍雅也只有顺她的一假装相亲 才能让她对俊熙不再说三道四 可是景善并不理解 她依然认为珍雅和相亲对象见面 就是对俊熙的侮辱 而且珍雅不会想到 景善这次来居然是要见她和俊熙的父亲 此刻俊熙的父亲还恰恰认出了珍雅 珍雅也只有起身打了招呼 后来心情郁闷的景善和父亲大吵一架 而珍雅的脸色也愈加凝重 而这时相亲的对象似乎也看到了其中的端倪 于是在离开的时候问景善她和珍雅是什么关系 可景善此刻哪有功夫和她说话 转身就离开了 很快珍雅母亲就从媒婆那里得知 相亲的对象前来抱怨 是一个叫景善的女人 搅黄了她和珍雅两个人的相亲 听到这些后珍雅母亲暴跳如雷 简直气得上气不接下气 而此时景善也把俊熙叫回家 斥责她爱得如此卑微 竟然允许自己的女友出去相亲 然而俊熙依然相信自己所爱的人 她希望景善不要过多插手自己的感情 为此两人大吵一架 另一边在景善离开后 俊熙的父亲坐到了珍雅跟前 询问俊熙交往的对象到底是谁 原来她还不知道两个人正在恋爱 珍雅支支吾吾 根本就不敢透露俊熙的女友就是自己 她和俊熙都陷入了迷茫之中 直到外面下起大雨 俊熙才发现珍雅蹲在自己家的门口 她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本以为只要让母亲称心如意 母亲也就不会再强迫自己做任何事情 但始终还是自己想的太少 从看到景善的那一刻 她就明白当时就不应该答应母亲相亲 看着伤心的珍雅 其实俊熙早就原谅了她所闯的祸事 两人和郝如初 就像是小时候嬉戏在大雨之中 他们相互追逐相互亲吻 然而没过多久 一次俊熙偶然看见珍雅和自己父亲走在一起 她异常愤怒 试图让珍雅离开 而躲在一角的她被父亲发现 父亲主动伸出手向俊熙问好 可是俊熙根本理都不理 珍雅劝说俊熙冷静下来 那不是别人是你的爸爸呀 俊熙一点都不听却扭头离开 她对父亲如此痛心 就是因为父亲的所作所为 让她的原生家庭被外人指指点点 俊熙始终难以释怀 而父亲和珍雅聊天后 也猜到了她和俊熙两人正在交往 她对此非常的支持 可是在珍雅的言语中 父亲也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 珍雅的父母对他们的感情或许并不支持 而此时的俊熙早就一个人喝得烂醉 还好在锦善的帮助下 她才勉勉强强地回到了家 锦善这时才看到有很多珍雅的未接电话 在没有经过俊熙同意的情况下 珍雅擅自和父亲见面 锦善也是大为恼火 其实珍雅也只是想通过自己的方式 能够缓和一下俊熙和父亲的关系 但是她却没有想到 最后反而却弄得恰恰相反 在地铁站里一对甜蜜的小情侣 让珍雅想起了那天 俊熙匆忙赶来给自己送手机的情景 那时两人也是如此的恩爱 但是她没有想到 现如今两人的感情会遇到如此多的挫折 俊熙醒酒后一个人来到母亲墓前 她真想获得哪怕那么一点点的安慰 这样或许就可以解开她与父亲的心结 但是多年的怨恨 怎么可能会那么容易原谅 即使珍雅再怎么努力调和 她也不愿意低头 她从不认为那个人跟她有什么关系 而珍雅的所作所为也确实伤害到了俊熙 不过珍雅却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情侣之间开始起了性子 珍雅认为俊熙的言语都是在指责自己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直到珍雅愤怒地离开 俊熙才意识到自己所说的话有些不妥 这才赶忙追了过去 然而珍雅这时却早已不见了踪影 即使她慌忙地打去电话 珍雅还是选择了不予接听 而与此同时 俊熙的父亲把珍雅的父亲约了出来 在两人回忆过去的同时 他们也谈到了两个年轻人的恋情 俊熙的父亲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不接受两个孩子在一起 难道是自己的原因 珍雅的父亲马上愚意否认 但是她支支吾吾有些话始终有口难言 两人喝醉后又一同来到了珍雅家 因为珍雅的母亲对俊熙父亲抱有成见 所以在看到这种情景后更是让她暴跳如雷 但是因为喝了酒的原因 珍雅的父亲支冷了起来 警告老婆在耍脾气小心把你赶出家门 珍雅的母亲被气得脸色发青 但是面对已经喝酒的老公 她又对其无可奈何 珍雅父亲已经嗨得不行 珍雅的82年韩国烧酒 坚持要和俊熙父亲再来一次一对方秀 与此同时景善也告诉了珍雅 珍雅要见父亲的真实原因 原来他们的父亲给他们买了礼物 又不好亲手交给他们 所以就拜托了珍雅 听到这些俊熙才恍然醒悟 原来从头到尾都是自己误会了珍雅 而此事回到家的珍雅 再看到俊熙父亲的时候也大吃一惊 可是母亲却像是看到了救星 无论是景善还是俊熙 赶紧联系他们把他们的父亲带走 然而话还没说完 外面就传来两个父亲激烈的争吵声 他们两个扭打在了一起 珍雅和母亲用力把他们分开之后 珍雅父亲在地上昏睡了过去 而俊熙父亲也指着三人说道 我也不喜欢你们的女儿 俊熙父亲说完后 一头扎在沙发上呼呼大睡 此时俊熙和景善也赶了过来 看到这对姐弟后 珍雅母亲不再忍耐 开口就对俊熙一番训斥 说他做的事就是有人生没人养的人干的 听到珍雅的母亲说了如此侮辱人的话 景善也实在忍无可忍 还好俊熙的极力劝阻 才让他憋着没有爆发出来 但是珍雅的母亲依然得寸进尺 又说起了他们的父亲 真是有什么父亲就有什么孩子 珍雅想阻止母亲说下去 可是母亲根本不听 她继续发泄着自己的不满 珍雅怒了立声喝止 扭头眼眶红红的对俊熙说 我们到此为止吧 然后转身离去 这一刻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两个人的爱情还会继续下去吗 因为母亲的反对 已经受够了指责的珍雅 终于向俊熙提出了分手 哭红了眼睛的 她把自己一个人关进了房间 而俊熙却不想这样轻易放弃 她用力敲打着门 希望珍雅能够打开 可是母亲依旧百般阻挠 眼前的情景让俊熙父亲终于明白 是自己妨碍了两个孩子的爱情 她没有说任何话 只是在谨慎的陪同下 默默地离开了珍雅家 再回到酒店后 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珍雅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她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段感情 可是思来想去 她还是鼓足勇气拨打了俊熙的电话 才分开了一小会 珍雅就想俊熙想的不行 可让俊熙万万没有想到 珍雅已经在她的家门口恭候多时 虽然内心有说不出的喜悦 但是俊熙还是想装着生气的样子 教训珍雅 不应该给她说出那种分手的话 珍雅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然后撒娇般地钻进了被子里面 接着害羞地遮住了脸 她想让大弟弟来惩罚自己 这么无赖的珍雅让俊熙无可奈何 可在她把被子掀开后 却看到了珍雅满脸都是泪水 这让俊熙心疼不已 两个彼此相爱的心又一次紧紧抱在一起 在珍雅的努力下 俊熙终于答应了去送即将离开的父亲 虽然依旧没有言语上的交流 但脸上那冰冷的表情已不复存在 珍雅有意给两个人留出了相处的机会 但是多年的隔阂 还是让俊熙始终无法开口 而最后父亲终于打破了沉默 说她选择珍雅是正确的选择 她从心里感谢珍雅未缓和父子关系做的付出 也感谢儿子找到这么好的儿媳 终于在离别的时候 父子两个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了一起 看着远离的父亲 俊熙也流露出了些许的不舍 珍雅看到这些 为俊熙的改变感到很是欣慰 可是珍雅母亲昨晚的态度 还是让锦善久久不能释怀 因为从俊熙和珍雅的这件事上 她看到了那家人对他们是有多么的瞧不起 简直让人到了无语的地步 俊熙还想试图说服姐姐 可锦善让俊熙赶紧闭嘴 她现在看谁都不顺眼包括俊熙 锦善愤怒离析而俊熙却毫无办法 她知道珍雅母亲的话非常过分 但是只要自己的家庭环境没有变化 换做任何一个母亲都会说出那样的话 即使获得了珍雅父亲和盛号的支持 珍雅母亲也不会答应两人交往 因为她只希望自己女儿能够嫁一户好的人家 然后能够过上一个好的人生 而此时珍雅却告诉父母她要搬出去住 母亲虽然非常生气 但是珍雅已经拿定了主意 现在无论母亲在说些什么 而对她都已经无济于事 可是高昂的租房成本 看了一圈也没有适合的 不是条件好的租金太贵 就是条件太差俊熙不放心 珍雅感到力不从心想随便先安顿下来 俊熙却说让珍雅搬过去和她一起住 瞬间整个车里安静了下来 珍雅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俊熙的建议 可俊熙此时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她申请了去美丽的中国分公司工作 想让珍雅辞职和她一起去 在她看来这是个很不错的办法 可珍雅对俊熙的提议很是意外 她也知道这何尝不是一个 让他们逃离现在困境的办法 然而珍雅却不想用这种方式 来面对她与俊熙的这段感情 她只好找到谨善求主 虽然在得知俊熙的想法后谨善也大为惊讶 但是相较于这些 更让她失望的是珍雅的态度 珍雅不想像的小女人一样躲在俊熙身后求保护 她有自己想做和要做的事情 不可能抛弃现在的所有 把所有的心力全部倾注到俊熙身上 面对珍雅的各种说辞谨善不想再聊下去 在她看来 珍雅根本不值得俊熙付出那么多的感情 珍雅欲哭无泪 她也不知道自己这样的选择是否正确 而母亲却为珍雅搬出这个家 整日躺在床上吊着眼泪 父亲在女儿空旷的房间里也不由地感到了难过 而珍雅却苦中作乐 她从来没有感受到过如此的自由 可是当俊熙得知后 对珍雅擅自租房大为恼火 因为在她的计划里 珍雅会和自己一路到美丽的中国生活 珍雅无奈只有坦白她做不到 俊熙很失望 她不知道自己在珍雅心里算什么 难道只是想起来就可以用一用的工具男友 因为在俊熙的眼里 只要两地分居两个人迟早会分手 她还是依然坚持让珍雅跟自己离开去往美丽的中国 可是珍雅说还需要再重新考虑一下 走出来她看着珍雅的房间灯光依然 对于他们两个人 今晚必然又是一个不眠的长夜 在珍雅生日的家庭聚餐上 本来高高兴兴的一家人 被母亲不合时宜的话搅得心神不明 她不仅给珍雅提相亲的事情 还不时地挖苦着俊熙的身份 她怎么也想不通 珍雅为何要跟一个从头到尾一无所有的人在一起 母亲还是认为有其父必有其子的想法 根部正聊一定不会红 弟弟盛浩刚想说话被要求闭嘴 就算自己死了 俊熙也别想踏进这个家门半步 对于母亲的话 珍雅确实也不想再听下去 她只有收拾好衣服转身离开 而母亲也并不后悔自己的做法 珍雅从家里出来后高兴地找到了俊熙 在这里 俊熙为她准备了一个浪漫的烛光晚餐 还给她戴上自己亲手挑选的项链 这一刻珍雅成了最漂亮的女人 可是这时俊熙突然说到 我要去美丽的中国了 跟我一起去吧 如果是以前的珍雅 她会毫不犹豫地跟着俊熙离开 因为那时的她软弱胆小 现在的她却成长了很多 而这个让她改变的人就是俊熙 她已经思考了很久 决定不和俊熙一起离开 而俊熙也不再强求 她尊重珍雅的决定 纵然他们有过山盟海誓 此刻也不得不让他们选择最终放弃彼此 转眼几年过去 直到盛浩结婚这天 宁邀回国的俊熙 这才再一次远远地看到了珍雅 然而旁边的新男友 却正在猥琐地抚摸着她的脸庞 看着没有一丝快乐的珍雅 俊熙心里五味杂沉 她不敢上前却看到珍雅转过了身 当两个人四目相望的时候 珍雅反而慌张地把头扭了回去 原来此时的她 已经不敢再去面对自己最爱的那个男人 而俊熙也是如此 即便从珍雅身边走过 她也不敢上前哪怕说上一句话 然而已经失魂落魄的珍雅 早就被朋友看在了眼里 珍雅满脸的泪水 她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自己和俊熙的感情 即使他们已经分开很久 但是突然地相见 却让她想起的全是两人曾经的美好 但是她必须要压制内心的冲动 即便和俊熙相遇 她也要扭过身假装互不相识 但是看着渐渐远去的俊熙 珍雅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然而当她追到门外的时候 心爱的人早已不见了踪影 如果当初自己不那么倔强 俊熙也不会和自己走到这种地步 其实珍雅早就知道 她根本忘不掉自己和俊熙的这段感情 即便嘴上死不承认 但是内心里一直保留着俊熙的位置 然而珍雅母亲却认为 分开珍雅和俊熙这一件事 她自己做的并没有错 如果父母不能在儿女谈朋友这件事上插手 那还能算是父母吗 而珍雅其实早就厌倦了和男友的相处方式 与俊熙相比 男友除了工作 其实根本就没有把珍雅放在心上 这种机械式的恋爱 珍雅只是顺从了母亲的意愿 而她自己从来都没有感觉到快乐 珍雅主动找到了景善 自从和俊熙分手后 他们两个人见面的机会也屈之可数 她想回到从前 回到那个无话不说的闺蜜面前 而此时景善却提到了俊熙 珍雅却不愿意谈起这个话题 景善突然想笑 因为在弟弟俊熙面前 一提起珍雅她就顾左右而言她 可又说起他们两个分手的事 善良的景善却觉得自己也有责任 如果当初她不反对的话 珍雅和俊熙也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 然而话还没说完 俊熙就走了进来 场面一度有些尴尬 珍雅想起身离开却被景善拦了下来 又重新给他们做了一次介绍 曾经相恋的两个人坐在一起 珍雅希望俊熙能够与她 像两人交往前那样相伴 可俊熙却对她说你觉得这可能吗 俊熙说话的口气让珍雅知道 俊熙对她很是失望 珍雅希望这一切都能过去 可是俊熙却始终无法自拔 甚至在珍雅离开后她便为你不振 她根本无法做到 把这一切当做都没发生过一样 而珍雅又何苦不是如此 她又跑回来站在俊熙面前诉说着委屈 她会后悔 但难道只是她一个人的错吗 爱情到了刻骨铭心的时候 剩下的也许就只有痛苦 为了减少对彼此的伤害 珍雅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与男友分手后辞去了工作 然后一个人搬到了几州岛 虽然遇到母亲的强烈阻止 但是这一次 她坚决地要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而另一边 当俊熙准备收拾东西再次出国的时候 珍雅的一段录音让她突然安静了下来 珍雅谢谢俊熙对她的爱和包容 她很爱俊熙 是俊熙让她明白爱一个人就要勇往之前 这时的俊熙已经无法控制自己 她找到珍雅的住所 然而此时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俊熙这才从圣号那里得知 珍雅已经一个人去了几州岛定居 俊熙不想再错过自己和珍雅的人生 在她的意识里 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珍雅的位置 而珍雅又何尝不是如此 经过百般的磨难 家人的反对 两个人终于在这里重逢 今后迎接他们的必将是一个幸福的未来